传染性高的Delta变异病毒已经肆虐80多个国家和地区 让多个国家的疫情呈现反弹 澳洲最大城市悉尼今天傍晚且被迫再度封城 要阻断变异病毒传播链 而台湾今天也证实Delta病毒已经进入社区 明天且将再收紧入境检疫措施 防堵病毒进一步传播 台湾今天新增80宗确诊病例 其中78宗都是本土病例 另有13人死亡 继一对自秘鲁返胎的祖孙 被验出感染Delta变异病毒株后 这个令全球文字色变的毒株 也确定已经进入台湾社区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今天首次证实 当地出现Delta本土感染病例 在屏洞出现的第一式司机感染群中 12名确诊者当中6人证实染上Delta变异毒株 除了秘鲁祖孙 受感染者还包括低势死机 邻居 邻居亲人和友人 看起来在这一波 这个关联图里面 那主要是以Delta为主 那其他几个我们还在继续 在做这相关的一个基因的定序 所以因应在这样子一个 等于是Delta到我们的社区里面来 所以我们这整体来讲 我们的应变的一个措施里面 当然在整个医调但是要把它做得完全 屏东当地超市超商餐饮业 传统市场等地已经被令关闭三天 而台湾也会从明天开始 全面提升入境人员的检疫措施 包括强制七个高风险国家入境者 隔离14天和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防堵Delta变异病毒 而在澳洲最大城市悉尼及周边地区 今天凌晨开始局部封锁两个星期 以应对高传染性的Delta变异病毒 封锁令影响了大约50万人的正常出行 向来热闹的悉尼市中心 在星期六这一天 仿佛变成了鬼城 街上人烟稀少 很坏状态的状态 我们已经努力地回复 从前年几年几年 因为这区域是一直在住宿 专业和外国 所以今天就感觉到 一种突破 当时你慢慢上升 所以很坏状态 很坏状态 很抑制 悉尼市郊的邦迪海滩上个星期出现感染群 一名负责接送外国航空公司机组人员的豪华轿车司机确诊后 病毒迅速蔓延到各地 目前这个感染群的确诊人数已经增加到80人 南美洲国家阿根廷疫情则趋缓 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放松防疫管制 民众可以恢复躺时也可重新到健身房运动 宗教活动也可恢复 但是人数限制在30% 不过当地卫生部警告 由于变异病毒来袭 当地可能出现新一波疫情 西班牙同样因为疫情趋缓松绑防疫规定 民众星期六开始在室外终于可以不用戴口罩 部分民众和游客开心上街 庆祝难得的自由